其实我们要带你来关心 这是川普政府同意 对台湾出售新的军售案 要卖给我们66架F16V的战机 那么这个战机我们也是很想要 所以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 虽然他讲了一些话 我们听了不是非常顺耳 他讲说这个军售案 可以让美国赚好多钱 也帮他们衬添了很多的工作机会 那听在我们的耳里会觉得 你是不是又赚我们很多钱 好 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 我们买到什么样的飞机 F16V V是F16的升级版的意思 所以这个V这个字 代表的是先进的航电能力 然后我们来看这架飞机特色在这里 简单来讲就是推力变大了 比本来的这个F16 这个推力增加了24% 机身优化了部分 这个有逆踪的一个功能 还有这个航程增加了 可以多比本来的F16多1.5倍 另外还有这个攻防一体 就是它的吸弹量 带子弹 带这个飞弹的一个数量 可以增加30% 那我们买这个飞机 有人可以把它拿来跟解放军的 歼20来做比较 好 我们来比较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是各有擅长的部分 比如说像歼20 它的一个作战半径 会比这个F16V要来的再多一些 然后呢 这个武器的部分呢 那就见仁见智 你是觉得我们响尾蛇 飞弹比较厉害呢 还是解放军的这个霹雳 飞弹比较厉害呢 那就不知道 好 这个打起来才知道嘛 另外呢 性能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 这个专家说 这个F16V好像比 歼20要厉害一点 就是在电站夹舱的部分 有红外线追踪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解放军 他们研发的这个歼20呢 可能就是光电追踪 所以美军这个红外线追踪 电站夹舱还是厉害一些 所以综合来比较 这个F16V跟歼20 应该是不相上下 是有得打一架 但是呢 我们带你看 部署在哪很重要吗 现在解放军的共击 把这个台湾当成 他们家的后院了 这一天到晚来 绕台绕台嘛 还说绕久你就习惯了 不要大惊小怪 那所以呢 这个飞机我们买来了 要放在哪里呢 部署在哪里 这就是一个玄机 新买的飞机嘛 不要被解放军看到 我们要藏在哪里 藏在我们家后院台东 据说呢 要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 然后呢 要再加一个战斗机连队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里有中央山脉的一个阻挡 所以呢 可以让这个共击来的时候呢 比较难看到它 有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这是F16V的一个战机 美国对台的军售案 战机出帝 这是F16V升级版 在台湾战备道起降 首度在国人面前亮相 就连桃圆棒球场开球 F16V冲场也让全场惊呼 同时美国总统川普 批准对台军售全新版 更强大的F16V全新战机 就连韩国瑜竞选团队 都抢着发新闻稿 媒体群注框 中英文版本感谢美国政府 但是仔细对照全文 英文版本第二段 维持台海和平 是它的竞选主轴 后方更提到 川普跟雷根总统引述 实力带来和平 却在中文版中消失了 似乎担心被解读 军备竞赛 踩到中国红线 而且英文原文还可以提到 川普跟雷根 对在野党的民主党 自治未提 难不成为自己9月10月 访美铺路 拍川普马屁 美国战略协会 已经正式提出 欢迎我访美 那目前有一些热心的好朋友 正在居中安排协调 该市政府对美表达感谢 韩国瑜团队硬要蹭边 不过新战机来台 强化台湾战力 空军更透露 会成立新的联队 尤其台湾西版部 三型二代战机 部署各机场 以及屏东混合联队 战力饱和下 东部花莲台东 面对中国绕岛威胁 正是最强的F-16V 部署的最佳地点 中共真的要武力犯台的话 西部的机场 所受到的攻击的饱和度 还是会比东部多 在东部也许是一个 比较妥视的选择 特别是花莲加山基地 它的洞窟坑道里面 据说可以容纳200架 以上的战斗机 66架FCOV对台军售 就胜最后一关 美国国会关卡 未来空军部署 与美国军事准同盟关系 也象征川普政府 对蔡政府的信任与肯定 三天新闻 无关一车好 台北长浩岛 对蔡政府的信任